我们这个周末 知青的一个 我跟尤伟凡 还有富二代 富二代币还有我弟 骑脚踏车去日月潭 从台中 这样子的一个计划 大家可能没有概念 从台中 骑脚踏车到日月潭 全场 78到80 重点是呢 他的上下这个海拔的波度 960 然后这一切的起源 源自于在一两个月之前 我们去聊天 富二代币 他现在在家里的公司上班 就说什么 找不到什么成就 感觉每天都过一样的生活 有点没劲 因为反而在抱怨 就说他每天都做一样的事情 他觉得他现在工作 好像在这个公司里面 就是没那么重要 少了他好像也没关系 就少一个人去买源自比而已 反正就是在抱怨 后来我就 直递有声地讲一句话 说你们这群 在那边扯有的没的 为什么你们会在这边 闲扯这些事情 因为你们都没有 直面死亡的恐惧过 好不好 就是你们都过太爽 你们已经忘记了 光活着就是一件 值得感激的事情 很有价值的事情 你们的灵魂太soft 太weak 需要被断练 对 所以我就说 我们来进行一场 灵魂淬炼之旅 我们骑脚踏车去四十月潭 这时候富二代币就有意见 我之前在大三的时候 我跟富二代A富二代币 我们已经一起骑脚踏车去四十月潭 过了 最不害怕的就是他了 他还说 大不了走上去 他说有什么难的 又不是没去过 我们中秋连假就来去 要去六十月潭 明天就可以去了 大概是这样子 总而言之呢 旅行的名字我就把它定下来 灵魂淬炼 找回勇气之旅 那个名字不太一样 我的名字是 日月潭死亡新军 本来中秋节就要去 就我说 诶 中秋节要去 那我要订房了 在我们那个群租里面这样讲 对对对 没有人回我哦 开始贴新闻哦 看到你们屋子那边 有一个狗咬人的事件 装作我没有讲这件事情 脱化我觉得不行 努力的推动这件事情的进行 第一件 你要先跟 真的可以对你有十字帮助的人 分享你的计划 比如说你如果今天要创业 就对 你就给你给你认识的有钱 媒体犯化大背 他说不定开心 就给你一个投资 拿到钱 你就必须搞下去 这样 我爸妈都是做脚踏车产业的 对对对 我就跟我爸说 想起脚踏车日月潭 我说 我如果现在要买五台脚踏车 大概要花多少钱 他说现在脚踏车 这个货柜干嘛 会卡住什么的 订单很满 不然他们公司好像多 他先寄一台回来 就是我爸会帮我 得到一台脚踏车 脚踏车煮起来之后 拍一张照说 我的脚踏车买好了 下面就 惊叹好惊叹好 真的要去 就开始真正 不如讨论的阶段 订饭店的订饭店啊 越来越现实 最后大家就发现 诶 真的要去 出发前一周 就跟很多人借不同的车 把所有的车的数量凑息 在出发的前两天 我们去逛了一趟抵抗 买所有的设备 所以说越来越现实 真的要去 前一天 把所有的车一起牵去 脚踏车店整理 后来摆好 就哇 沐浴 这很能量去